大家好,歡迎來到達人行 今天我們要講什麼呢? 就是講這個潮來科技VR產品 slash遊戲 之前那一集我們已經講過 這個國產的VR Glass 很簡單,拆這個出來 把電話放進去 放進去 就可以用來看電影 玩遊戲 價值99元 加上Bluetooth的遙控 另外有一隻 就內置了一個螢幕在裡面 這個3Glass是其中一個品牌 它本身是跟著USB的插頭 和HDMI的插頭 就可以安定定插到電腦 用來看電影 或者用來打機 今天我們要講的 就是2016年年頭 橫掃VR界 或者有很多YouTube界的 這部HTC的vibe 它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它已經不再坐定定 要求你坐定定地在這裡玩 又可以拿起手掣 就是四處走 當然這個大小 是很視乎你家 或者你容許的地方 用來怎樣走 還有一些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容許你在空間裡畫畫 射窗 不如不要說太多了 索性快點開個盒 給大家看看 不知道裡面究竟有些什麼 好 打開個盒子 好了 我們現在發回來這個開盒拍攝的現場 你看到我把所有東西都放出來 那有些什麼呢? 讓我逐樣解釋給大家聽 首先我先講一下主機 這個就是VR的Goggle 另外這個棉就是給一些小小小的 例如小朋友或者女士用的 即是可以換的 接下來呢 現在大組的AV線 就駁在這個AV的Daptive那裡 為什麼這麼長呢? 因為它已經預料到你 在房間裡走來走去 所以有差不多長度 好 接著這一堆線 例如就是這個電源線 這個是USB線 還有HDMI 插入這個Hubs那裡 再由這個Hubs 它從這裡輸出來 這個HDMI 這個火牛 以及這個USB線 插入電腦那裡 所以這個最主要的那組 就是這麼簡單 另外的火牛是什麼呢? 就是講這兩個手掣 因為要充電 所以插進去就是充電用的 兩個 好 另外就是這兩個Sensor Sensor其實就是主要 只是插著火牛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插著火牛 這麼簡單 記住這兩個是要插著 就算你放上去之後 要長期插著的 另外這兩個就是 給你摩蚌 或者在牆身那裡 安裝了下去 掛著兩個Sensor 好 溫馨了 就送多了一個HTC的Headset 以及 你基本的說明書 如何安裝的指南 基本上 盒裡面的東西 就是這麼多 下一步就是我們要 安裝插著電腦 還有放好所有的東西 底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先看看 剛剛的影片是不是很刺激呢 不過那個美女是誰 剛才那隻遊戲真的很刺激 我覺得我只有十面賣服 那樣 你什麼鬼啊 只顧著玩也忘記介紹我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Panda 如果你都想像我們這樣 去試玩VR的話 就記得在我們Youtube Channel 訂閱我們 以及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挑選十位的幸運兒 一起去參與拍攝和試玩VR 所以記得快點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去留言 再見到 再見到